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4号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 武汉市疾控中心病原检测实验室 这里是武汉市首批获准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10家机构之一 今天我带领大家看一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是如何进行的 那么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 我们可以看到由指定的标本运输机构将标本送过来检测 这个箱子里面是80个 然后这个里面是可以装2个 用来要是1 大概有40个 1万是20 然后就可以20 透过玻璃墙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全部武装的检验人员从传递窗取出 这些装有样本的盒子 然后进行病毒检测 可以说这些技术人员就是只介于病毒面对面的人 我们看到在核心区内工作人员在这个负压状态下的这个生物安全柜当中打开 装有从患者咽喉部位提取的这个样本试管 手持加热腔在进行核酸的提取操作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在做200分左右 近期由于我们市政府要求加快加速这个核酸检测的工作 所以我们实验室从200提到300 那么今天最大量提到了400左右 现在已经送了250多份标本 那么还有剩余的100多份标本还等待在运送过程中 现在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带着一组刚刚提取到的核酸样本走出实验室 接下来这批样本将在这里出最终的检测结果 我们刚刚拿了94个提好的核酸样本到这个房间里来 然后这个房间之前已经有我们有小伙伴他已经配好了那个体系 现在就是每一个就是加到96孔板里嘛 然后现在每个孔加5维生的那个患者的那个核酸 我们就可以上机了 上机大概一个半小时出结果 可以说所有疑似患者都想尽快的拿到检测结果 作为实验室工作人员呢也都在争分夺秒 据了解目前实验室的检测量已经从最初的日均200分 提升到了现在的400分 总之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疫情一定能够尽快得到控制 祝福武汉 武汉加油